香港機大家都有 S8 S8 幸好日本機面有新機 這部是 New Mino 開機看得很英俊 限2.5D的弧形玻璃 我們最反轉看看 上下兩節用不同物料 它不單是不同物料 還可以換殼 肥通一打開機就發現了一個精心的設計 想看換殼就要等一會 一反轉機背看到兩棵完全不同物料 一邊是粥一邊是膠 是絲絨面的 不單是這樣 還可以做換殼的設計 我們嘗試邊位置開 這樣就拆開了面殼 接著再拆下第一節 底蓋再拆下 拆下之後見到有一個套位 有架桿卡 讓我拔給你看 剛剛有個洞 要放一張霸通進去 我們還可以做DUIT卡的動作 然後掌作很方便 還要測試換殼設計 上方的頂殼全部用正式膠料設計 而且非常有彈性 換殼很方便 下方機殼的物料就多變很多 有水蟲木、石紋等等 很有創意 記住 換完機殼的盒和機身盒 不要扔掉 因為是特別用途 將裡面所有海綿拿出來 這樣就變成一個錢壓 現在我們要嘗試放錢進去 很多錢 試一試 試一下 一元 兩元 兩元 兩元一頂 試一下五元 五元 放不進去 傳說 如果你儲存兩盒的話 應該夠錢買下部機 最後講一下硬件規格 選擇 Snapdragon 625CPU 加3GB RAM 網絡數字好像不太高 不過感覺上 用來是挺爽的 這部機器人人很喜歡 戴一個螢幕的顏色 非常鮮艷 好去日本Sharp的感覺 另一個是它的相機 相機 相機的顏色是很標的 很鮮艷 都不像一般的手機 好去日本的感覺 最後講價錢 4680 這個價位就不太高 不過每個殼就要2.80元 如果你真的喜歡換殼的話 買都買便窮 是瓶